我家住在大海边 我家门前就是七星潭 整个月崖湾都是我的游乐场 我在海堤上骑单车 我在海边堆石头 丢石头 我用漂流木丹玩具枪 最喜欢的是 和阿公一起坐在岸边 听阿公说海里面的故事 阿公年轻时是渔夫 对大海很了解 他说的故事比书本还要好听 阿公说 漫波鱼是全世界最烂漫的鱼 因为公鱼常常陪母鱼散步 有时在太阳下 有时在月光下 你看他们又在跳漫波了 这是鬼头刀 被拖进渔船才肯放弃离开 所以阿公说 阿公说我们做人不可以输给鬼头刀哦 哎呀 小海豚搁浅了 阿公说 人生有时就如小海豚 一步小心会被海浪打上海滩遇难 幸好都有善心的人 帮忙将小海豚送回大海 但之后小海豚就得靠自己在海里小心生存了 阿公说 面对大海可以学习很多为人厨师的道理 所以阿公傍晚喜欢来海边坐坐 哇哦 飞鱼耶 哈哈哈哈 鬼头刀又在追他们了 没办法 飞鱼是鬼头刀的食物啊 还有这是追尖 嘴巴长长的 身体也长长的 阿公喜欢叫他海底裁缝师 你看他在海里跳上跳下 是不是很想帮大海缝衣服呢 天色晚了 该回家啦 有空来七星谈完 记得找我阿公聊一聊 他会跟你说很多很多很多 海里面的故事哦